所以又到了考验人品的时刻 今天所有装备全在神秘枪铺选 这就没办法了 上来就是一个六级桃 而且还便宜15万 果断拿下 这就叫人品啊 紧接着就是六级 还用犹豫吗 如此一来就差甲和枪了呗 上哪说理去啊 就是根本幸运 根本低调不了 哪曾想六级连着来呀 好家伙 39万的精致M4 整整减了30% 跟改妹一个价 没天理的 再看看后面还有啥好的 改妹来了 可惜用不到了 就很离谱 这也太强了吧 这不在武图横着走 不曾想上来就爱打 哪呢 别被我抓到你 好汉不吃眼前亏 忍一时风平落净 不行啊 兔一步越想越气 跑得太快了吧 感觉很难受啊 幸好有个兔气头 武技头没啥用 这boss已经好久没爆红了 哼 我就知道下面有人 想遛我 赏榴弹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那 那一定是在这吧 都不是吗 这家伙又开始发挥老六特长了 藏哪去了 行啊 拿你没办法了是吧 不要太天真 我就知道已经稳了 当老六当太多了吧 都不会打人了 这次收获不算小啊 除了背包全掉了 真是悲剧啊 嘿嘿嘿嘿嘿 还有没有 别藏了 我知道你在那 没了吗 等等 猜猜怎么了 真是意外之喜啊 火的有点猛 这不是被榴弹征服啊 这玩意现在拿来补伤害也挺好的 看看又掉了啥 不行啊 运气都在刚才用光了 进来吧 还有一个辐射区等着征服 自从拿上这把M4 我就知道这把不简单 一定有人知道吧 这可是幸运之枪 发现什么了 好像都没人 可就只有最后14分钟了呀 不对呀 箱子都开了 难道暗藏玄机 不会吧 怎么可能啊 这也行 天下又掉下本了 这几天停不下来了 又白剪了 上哪说理去 nice 这还有把精美 根本花不完呀 所以说来得晚也有好处 不管之前进来多少人 我只需要解决最后一个就行 而且猫子人还不少 看见好几个盒子了 这边又有一个 还是没人看过的 没事来辐射区捡垃圾 也能发家致富啊 总顾着怎么连400万都不到呢 箱子确实就不太肥了 但白剪的哪还能要求那么多 直接信号枪返回了 哎呀 这挑战也太轻松了吧 不然下次我主动放水吧 选些一机甲二机甲啥的 不对呀 神秘商户好像没有吧 340万 确实不多哈 但还有装备呀 6头6甲和精美 单看配件都几十万了 全卖 我可没有攒边卖物的习惯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